《北京卫视大新戏》 还将见证很多黄金搭档他们的默契 没错 余同时的电视机 各位观众您可以锁定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扫描 因为现场实时互动 可以跟您喜欢的偶像面对面的一起唱吧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的三位年代见证人 有请马德华 李琛 李明启 有请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 歌声跳给我妹妹听着 听到她歌声她笑 春天里那个百花仙 我和那妹妹把手牵 又到了山顶我走一遍 看到了满蓝的红彤 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哟哟哟哟哟 我心里头没的是冷的里的龙 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 我知道她等我的大花叫 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哟哟哟哟哟 我心里头没的是冷的里的龙 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 我只想她等我来抱一抱 抱一抱呢她抱一抱 抱那个月亮她笑完了腰 抱一抱呢她抱一抱 抱着我的妹妹啊山花娇 抱一抱呢她抱一抱 抱那个月亮她笑完了腰 抱一抱呢她抱一抱 抱着我的妹妹啊山花娇 抱歉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 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子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却立一步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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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swoje事顿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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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Roll Sister 王源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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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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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pping 嘢嘢 洛門一出手還是厲害吧 絕對不一樣 我那个高音怎么上去的 那没有一定的功力是上不去的 好 那么下面这位嘉宾 可以说他是我们中国最富盛名的 南高音歌剧演唱家 没错 而且他的歌声伴随我们走过了 那个火红的年代 没错 这位艺术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李光夕 东方红 他演唱的歌曲耳熟能详流传至今 驻九哥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古浪语直播等经典旋律 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变幻地动 他不要变不动 永远停地在上帝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逼他从中中下抗弃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变幻地动 他不要变不动 永远停地在上帝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逼他从中下抗弃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变幻地动 他不要变不动 永远停地在上帝 再次欢迎李光夕老师 欢迎您 欢迎李老师 刚才我在底下 我跟李光夕还在讲 我说李光夕老师 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们让家宾们猜一猜吧 猜一猜吧 李明夕老师您猜猜 不用猜 六十八 我估计大家伙都知道 八十四 八十四岁了 这嗓音还那么亮 就是啊 您怎么保养的 您得传授一下 就是唱歌啊 唱歌是气功 为了不下舞台 就特别善于保健 到现在天天游泳 天天游泳 八十四岁天天游泳 那看来游泳是您 建设的一个法宝哈 法国有一位哲学家 他说这个生命在运动 对 我信这句话 就这么贯彻下来 但是还有一个人 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马老师您怎么养生的 您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我不游泳 我本身是汉鸭子 我不会游泳 马老师有功夫 有功夫啊 您是玩这个耙子 咱们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 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那儿唱 那天的晚会 八十多岁在站在那儿还要唱 非常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 年于八旬的著名歌唱家 李光熙老师 身体健康老当益壮 依然活跃在歌唱舞台上 生活中他通过唱歌练器 依靠游泳健身 除此之外 李光熙永保青春的秘诀 就是甜蜜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 1953年 24岁的职员李光熙 在天津市业余合唱团 初次见到16岁的中学生王子薇 他们一见钟情 王子薇出生于天津富商家庭 他的家庭并不同意这门穷小子提出的亲事 1957年 王子薇不顾家人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李光熙 为此 王子薇的父亲与其断绝妇女关系 切断了经济来源 李光熙曾回忆到 那时候物质是零 但心里却是百分之百的幸福和甜蜜 正是凭着这份对爱的执着和坚守 她们相濡以沫 共同走过56年光阴 成为了人人羡慕的今婚夫妻 紫薇哥哥也上来了 这立马就不一样了 对 嬷嬷您对紫薇熟吗 我太熟了 太熟了 那是57年 当时我在铁路文工团 歌剧团 那个时候呢 长安街还是那个 游轨电车呢 我们坐着游轨电车过去 我在车上就看见这 他们俩了 真的 57年 我去看过她的歌剧 我去第一次去看歌剧的时候 霍狼小姐 就是在那 对了 那个时候 霍狼小姐之前 那个叫 草原之歌茶话女 对了 草原之歌茶话女 那个时候呢 那个 老师啊 不是演主角的 是在合唱队里头唱 哇 她一唱简直太美了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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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李明琪老师 看到李光熙老师 就想起当年的那种 那种成败啊 就如同现在 我们觉得李明琪老师 变成小姑娘了 你看 紫围老师 我问啊 当年就是50年代的时候 是不是有好多 像李明琪老师这样的 当年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特喜欢李光熙老师 她们演出完了之后 观众都在后台的那门口 很很规矩的 烈声的 成了两排 等着她们出来 不像现在围上去 喊我爱你 我没有到 我觉得也应该有人 给李光熙老师写 写一些信啊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 好像表达这个 喜欢的爱慕啊 都是写信 您有没有看到过那些 女歌迷给李光熙老师的信呢 我觉得有一封信 特有意思 说 你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我会看药 我明亮的 那人家那姑娘洗的那么直白 您就没点吃醋吗 那人家去崇拜这些个演员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你看 关键就是看她自己 能不能把握住自己 多年看来她把握住了 对 我觉得我还蛮有自信的 这怎么吓了我迷跳 还犹豫上了 也就是说当初选择这个人 还是选对了 选对了 当初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其实我们俩都是合唱队队员 1952年在天津 唱合唱队 这么认识的 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我是个职员 她是中学生 就这么认识的 后来她到北京考上北京大学 我就已经当演员了 那57年就李明杰老师 在路上偶遇你们的那一年 你们是结婚了 还是谈恋爱 没有没有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那年的57年的冬天结的婚 53年认识的 到57年4年了 我们结婚以后 我想李老师就不会看见我们了 为什么 因为结婚几天之后 李光夕就下乡去当农民了 哦 你们俩就分开了 对 那时候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知识分子又跟工农兵结合 是 我就到了河北省府邻县当农民 跟老乡住在炕头上 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劳动 你看 我们家的户口 我是户主 因为她到农村去了嘛 然后她从59年吧 又签回来 签回来之后 户口就写 她是辅宁县进京农民 今天还拿了一个特别有历史意义的东西 她俩结婚证 结婚证 特别感兴趣 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一下 结婚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印制 嗯 多少年了 经东单字第一签 第1599号 李光熙男27岁 王紫薇女20岁 自愿结婚 经審查 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关于婚姻之规定 发给此证 这还有区长的名字呢 白区长 白区长 时间1957年12月25日 能感觉出来 二位老师在生活当中 一定是过着非常幸福浪漫的生活 对 幸福但是不浪漫 真是有了这么好的生活 光熙老师才能够 屡屡给我们唱出 那么好听的歌曲来 那住酒歌 多好听啊 多好听啊 百听不厌是吧 我们那就再听一遍 还想听吧明星老师 太想听了 太想听了 我们请光熙老师 再给我们唱一次住酒歌好吗 好 美酒飘香阿哥生辉 朋友啊 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城里的十月永难忘 北中洒满心不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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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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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里香春泪 把一身招聚尽杯 书心里酒不又美 千杯万战也不醉 神灵离酒啊 往北今 好听啊 胜过长江水 胜过长江水 今宿前程当指引 万里山河 今朝会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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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湛未来无限美 人人雄中春风吹 美酒交往心脱脱 染得都知永不退 今天那场一生离酒 明日啊上阵今儿百倍 回料实现泽和贤百花 缘洒泳雪和寒水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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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и 征服上战虎类 挑挑战现街宝费 大道的香花不苦 赞充百美酒再相会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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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充百美酒再相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门窗刚刚打开不久 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开始逐渐多样化 清新明快抒情浪漫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时代歌手人民音乐家诗光男 集中创作了《住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月光下的凤伟竹《假如你要认识我》 等一系列赞颂改革开放反映人民生活的不朽佳作 《住酒歌》由著名南高音歌唱家李光熙演唱 顿时传遍华夏大地 陶醉了亿万国民 成为了一代颂歌 首次推出后 唱片迅速销售一空 发行量达到一百万张 并且收到了十六万封听众来信 年过半百的李光熙迎来了歌唱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演出多到一天多场 经年不断 渐渐地这位歌唱家最宝贵的嗓子出现了问题 叫猴肌若症 猴不肌若症 没劲了 一唱 就唱不出来了 唱不出来 他没有劲拉那个声带 那您是怎么恢复呢 这个 哎呦 休养 吃药 扎针灸 就这么慢慢练 大概五六年吧 到一九八六年 就恢复了 八六 九六零六 反正现在又唱了现在三十年 又唱三十年 紫薇老师您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当丈夫的嗓子一下子变得无力了 不能再演唱的时候 您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就给他要增加信心 就是说你坏的是周边的肌肉疲劳 而不是声带长的什么东西 那么你只要周围的肌肉 你要慢慢的锻炼 又要休息 又要锻炼 就是怎么掌握这个度 因为原来就太累了 还是 马老师知道 咱们那个戏曲界 有个词叫他中 实际上 实际上你家那个说麒麟童 就是他就属于这 我何知也 全都这味了 就是因为他 唱成哑嗓子 唱成哑嗓子了 别人说你唱猪九歌 等于抱了个金娃娃 我那声音在恢复 别人说你又抱了个金娃娃 这抱了好几回金娃娃 对 其实他最大的金娃娃 就是咱们紫薇老师 那当然 这个金娃娃 一抱就抱了五十六年 一抱抱了一辈子 一辈子 这一句马口太肥太重 这五十六年了 很多人很羡慕你们的婚姻 能够走这么多的年头 但是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争吵 对吧 不可能没有矛盾 有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啊 就是从相识到后来结婚 我觉得有缘 就好像过去吧 不管是看小说 看电影啊 选择很多美人 将来啊 我将来找一个什么人 等到后来看见他之后啊 那些标准都忘了 都忘了 爱情是得到 是吧 实际上是奉献 别人就问说 你怎么会选择李光熙的呢 我说我也说不太清楚 瞎猫碰上死耗子 另外这么多年呢 我觉得好多时候 我们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对待金钱的想法 对待交朋友的想法 对待教育子女的想法 对待我们每个人工作 和同志之间相处的一些想法 往往都很一致吧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俩也得做梦 我说那我醒了 我说做了一个梦 他说我也做了一个梦 也醒了 我说那你做了什么梦啊 他说做什么梦 哎呦我们俩 做的是 梦都梦一块去了 做的是一个梦 这得是怎么样的一种默契 能达到这个境界 你想已经共同生活了 五十六个年头 也就是说再过四年 二老就是钻石婚了 我们俩人在金婚的时候 大家都祝贺呀 可是后来我听到不同的声音了 小青年人说 五十年干嘛在块待那么多年 干嘛在块待那么多年 我现在在这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爱情是建立的 最后建立的 既不是你个人的 也不是他个人的 我举那个例子 比如说唱歌 他唱逗我唱咪 最后我们俩那个和声 是共同的 要俩人一起共同唱 唱和谐了 那么获得了这个 共同的财富之后 将来老的时候啊 太珍贵了 你有一个最了解你的人 你当你患难的时候 他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来帮助你 这是最珍贵的了 今天我见到他们二老 这么健康地坐在这儿 所以我特别激动 没想到将近六十年后 见到二老是这样的 哎呀我真是特别特别激动 我听到二位的谈 我就在这儿这个受教育 我就从中就是想到什么呢 二位所以幸福 他不是索取 他把他的付出 无求当作他的幸福 后来有人问我 你的梦是什么 我说我现在就在梦中了 就在梦中了 就实现 假如啊 让每一个中国人 在三十年前 请你设想 三十年后 你会过什么样的幸福生活 我敢说 中国人谁也想不到有今天 对 可是今天呢 我觉得真幸福 是实现了梦想 我们都有我们的中国梦 对 光西老师说 他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 对 正在梦中嘛 对 我们的中国梦 也就在不远的路程之上 真的 只要我们能够努力 我们去把握 我们的中国梦也能实现 当然我们也更希望 现场的 还有电视机前的更多朋友 能够像光西老师和紫围老师一样 那样收获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属于他们自己最美满的婚姻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所以悲伤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所以牵了手的手 牵上不一定好走 所以拥有了半个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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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着牵要一起走 所以牵了半个路 没有随着回头 所以牵了半个路 没有随着回头 没有随着回头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他与谢丽丝组成的男女生二重唱 用校园歌曲的方式 首先向中国歌坛介绍 并展示了通俗唱法 外婆的澎湖湾 乡间小鹿 笑臂哭好 等清新质朴的校园歌曲 成为一个年代的经典 掌声有请王杰石 記者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晚风清拂澎湖 阿南白朗出沙灾 没有夜林随邪阳 直一片海栏栏 坐在明天的爱墙上 一点点幻想 夜市黄昏的沙滩上 有着脚印两对半 那时外婆住着帐 将我手紧紧弯 踩着波木走向 运回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脚印是小雨 一船小摸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 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 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 有了许多的风年幻想 阳光沙滩 海浪仙人杖 还有一位老船长 满风轻浮澎湖湾 白浪出沙滩 没有夜灵随斜阳 只一片海蓝蓝 坐在明天的爱墙上 一点点幻想 夜市黄昏的沙滩上 有的脚印两嘴半 那时外婆住着掌 将我手轻轻弯 踩着波木走向 运回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脚印是小雨 一船小摸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 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 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 有我许多的风年幻想 阳光沙滩 海浪仙人杖 还有一位老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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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而且我要爆料 刚才王老唱的时候 李明琪老师 一直在跟着一块唱 是 没错 跟着我一起唱 听那个王杰实老师 唱这歌的 从80年代就好像 就开始听 就听 不过呢 有一点 那个 那个 三十来年了 那会儿反正也没觉得 你那么那么年轻 现在呢 就怎么三十来年 你还那样啊 这个是 提前呀 把自己弄老了 我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 人家就说啊 说我像五十多岁的 真到了五十多岁啊 正好还是五十多岁 总而言之啊 就一直没年轻过 哦 越会越年轻 你瞧我这师弟 怎么着 这 这 这哪像 这哪像 不像五十多岁 不像四十多岁的人 我就像四十多岁的人 人没变 歌声也没变 对 王老师的歌声 影响了那么多 年轻的朋友们 李琛 我80年代末 在舞厅 跟人家伴舞伴唱 唱的最多的就是 澎湖湾 就是根据 跟着王老师那 计算录音带也学的 哦 学会的 哦 你能唱几句吗 我们听听听 晚风轻复澎湖盘 白浪桌沙滩 第二 这个 邻kins的歌呢 这个李谦的歌我也喜欢 有话又来了 尤其是那首啊 著名的窗外 窗外 那你能唱你这李谦的歌吗 晚上没事我站在窗外 我为什么还不出来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是听着这歌长大了 不是 听着这歌我已经长大了 那时候真是太火了 这个 他跟谢里斯俩人呢 这一对 二重唱 走到哪儿 没有不知道的 王杰石 谢里斯 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们男女生二重唱的热潮 席卷全国 从一九七八年起 他们合作演唱了两百多首歌曲 发行专辑数十章 王杰石 谢里斯的演唱 配合默契 台风端庄大方 曲风亲切自然 给人们留下了 一段珍贵而美好的回忆 他原来是学表演的 我知道 对啊 中戏的嘛 对 他演过话剧 所以他这个唱 每一首歌 不是说这一首 澎湖湾啊 每一首歌 他唱出来的那些歌 土字都非常的清晰 不用看字幕 我就能知道他唱的什么 跟马老师友谊 也是很多年了 哦 是吗 这个马老师歌我也会唱 马老师歌 马老师歌 您唱唱 好歌我要歌了 有一次我们出演出 特有意思啊 我们演出啊 这个地方不一定在哪儿 然后中途上车 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票啊 然后那个列车长又在说 你们就在那个硬卧车厢 站一会儿 旁边有座 你们坐一会儿就行了 然后正好有一个卧铺 我们六个人 然后干脆就坐这儿吧 我们就坐那儿 对过一个几望军战士 很年轻 在那儿睡着 睡着还 那列车厢人就叫他 其实人家就自己的磨铺 说你看这个老师们都来了 你还假装睡觉 还不起来给老师让个地儿 那是迷迷糊糊擦眼睛 哎呀 这不是朱老师吗 王建律和大女 都挺累啊 他让我去打开 多好 不是 您主要演这形象 也是爱睡觉的形象 说那时候 您在全国特别特别的火 说有一会儿您到上海去 被好几百个人 把您给盯上了是吗 当时上海在咱们全国 像那个物质供应 比较丰富的一个城市 大家对于上海的缝纫机 自行车啊 甚至于咱们吃的 那个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 都特别向往 对 然后那儿有机会 去上海演出 也挺高兴的 晚上演出 白天没事干嘛呢 逛街 然后来到了上海的淮海路 刚一到淮海路吧 动物成群就跟上了 然后就网街死 网街死 往上海话 一开始说什么意思 后来说我的 跟了就好几百人了 后来那个店员啊 服务员特别好心 说呀 别这儿转了 你这转的 你也买不了东西 对 我们这儿也没法工作 这样我带你走后门 跟着他就进了后门了 一开门 外边是好几个人 说什么呢 特有意思 我们一猜 你就从那儿出来 说到这个上海 我知道王老师 特别有语言天分 上海话你也能说几句吧 一点点 您能上海话唱歌吗 上海话 我还真唱过一个 真唱过 真的啊 对 但是咱们在座 有没有上海人啊 有吗 放心 有 他们也不举手 没有 我就放下了 我又放下了 军杠的压力下 金秋秋 海风把自己 轻轻就要 年轻的士兵 头困着波涛 困高中路住 你每个微笑 海风弄轻轻的吃 海浪弄轻轻的腰 可遇着我 可遇到那个士兵 好好就困高 为到了祖国 马个外包 看把那个士兵 好好就困高 王老师是一个 这个妙语生花的一个人 他的这个语言天文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跟受过系统的 这个专业戏的训练 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您说您 完全可以去演戏啊 是不是啊 演戏 您干嘛就非要去唱歌呢 别提演戏的事 像我那个刚编的年代 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演员剧团 你看好单位 好单位啊 电人演员工作的地方 但是我去了以后呢 没有什么戏演 当时那个年代啊 行我一看你 我挺有信心 我就知道你要回头看我演 当初那个年代 咱俩都演不上戏 对 都属于一种小眼协会的 对 人当时的年代 属于这浓眉大员 高大的公民形象 是吧 这样 就唐国强那种形象 对 一瞧我这样小眼八叉的 是吧 讲的极度也都好比非的 你说演个好人吧 也看着也不好 演坏人看着也不坏 怎么办 人哪有这么一米八的个儿 是吧 对 但是好人你眼睛 不能太小了 所以演不上 但是我们这次 为了迎接您的到来 我们就开始找 那个电影的胶片 终于找到了 您占用胶片量 比较多的 就是戏份挺多的 词也不老少 不错 扮相也很好 还有古装线 对 咱们一块来先看看 你要女儿嫁给她 你要女儿嫁给她 你这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银牌呀 自古女大当出家 该听你爹我一句话 爱情本是条骨锁链 爱情本是条骨锁链 你逃我来我逃着它 一换一换套到头 有情未必能成一家 男儿无怀无潇洒 老师纷纷那是个大面卦 想想尽头该走的路 再想想你那死去的马 我们说心里话 就您那个扮相 我们都不太能认得出来 是吧 当初演这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是42岁 21岁上的中央戏剧院 然后又过了21年 才演上电影 我说不管是三七二一了 我演了 除了演戏之外 王杰诚老师在这个艺术道路上 也一直是在创新在突破 对 就是把这个流行歌曲 也融入进去了 就当代最流行的元素 最流行的 周杰伦的歌 一开始他那个双截棍 我确实听不懂 我是听他唱的一些 像《青花词》 《千里之外》 包括那个《菊花台》 这会摆的词 基本唱清了 而且他挺有才的 我挺喜欢他的 我对这歌比较喜欢 所以自己演唱会的时候 也是翻唱了一个 周杰伦的歌 大家一会想听吗 嗯 嗯 你的泪光 柔弱中带伤 慘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夜太漫长迎接成了霜 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 雨轻轻叹纸红色的窗 我一身在纸上风水乱 梦在远方化成一粒香 随风飘散你的国阳 举花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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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胶蟬残 软米发发米热发 米发稍米稍米稍 发啦 收 发啦 不留我孤单在湖面乘霜 什么样 菊花台怎么还有音乐之声的事呢 这个菊花台就是根据音乐之声改编而成的 这事周杰伦知道啊 这事他还不知道 曾经的中国新音乐领录者王洁石 从未放弃对音乐的探索和创新 在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中 不断对年轻后辈给予提携和指导 张鸿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9年随着电视剧《渴望》的热播 演唱插曲每一次的歌手张鸿生 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有着电视剧金曲歌王之称的张鸿生 曾献生《渴望》 编辑部的故事等上百部影视作品 今天阔别迎评已久的张鸿生 为了老大哥王洁石再度复出 为我们带来那久违的旋律 上班鸿生 我还在明天会好 毕竟悲欢也别说经过了 每一个发现都出乎意料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强 每一个发现都出乎意料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强 每一次悲响都是心感觉 每一次流泪也都是脱一脏 每一次流泪也都是脱一脏 欢迎张老师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 我准备了一个东西给你 准备了什么 来就来吧 送礼干什么 鲜花 鲜花 今天我这束花要送给我大哥 感觉有点俗是不是 不俗 我喜欢 很好是就喜欢花 所以呢 为什么要送给他 因为是在我心目当中 他是我真真正正的大哥 这么多年吧 他这个有点那个 不能说是气意从商 但是这几年 没怎么正儿八经出来唱 我这一直因为这事 跟他抄着好几年了 我说你这么好的嗓子 而且呢 大家这么熟悉你 这么想听你那每一次 这么多年老听不见 你得经常出来 对 来 这次你看 还不错 所以来到这儿 我们又听到了每一次 对 我当初啊 我在这个天津呢 开过一间火锅店 火啊 听说特别火 火啊 那时候开业的时候 还给我送俩花瓶过去 对对对 祝贺这个火锅店开业 对 开业大吉 别提了 那俩花瓶现在还在我那儿发吗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他开业的时候 我送他一对花瓶 然后呢 过了之后呢 我又开了一店 他把花瓶还给我了 对 说你刚才那火锅店特别火 然后圈里边有好多人 都去你那火锅店品尝过那种火锅是吧 真的是很多 在北京还可以 北京那儿我开了三四家火锅店 在天津这家啊 没开好 为什么呢 我刚开了没多长时间啊 张红生在我斜段面 开了个叫 喜洋洋大酒楼 没有几天 就把我给挤破产了 我是在这个 在这个演艺圈啊 算买汽车比较 没没没错 没错没错 我这个跟天津有缘 你看天津开饭馆 然后我在天津买了一个天津夏利 夏利 开车夏利 然后去了天津了 红生 大哥 都买了夏利了 我说怎么着 试试 我没有驾驶指导 说你叫我的了 我说等哪天有空的时候 我叫他开车 您叫他开车 我说咱们约个时间吧 开车就真是跟我大哥学的 对 但是他是这个开车有个毛病 他开车不走直线 不不不 你别抱那个什么话 这得好好说说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开车 对 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驾驶方法 对对对 那天好不是约好了 到了天津了 我红上链吧 找一大广场 他来了 这么点过来了 大哥我怎么回事 我落枕了 开始转圈在这 刚才说了 王老师好多性格特点 又仗义 又智慧 又幽默 除此之外 王老师这个艺术造诣 也是非常高的 那我问问你 就当时王老师 最开始唱那个 《小维米谣》的歌曲 你听得多 唱得多吗 他所有的歌 我没有不会的 那我们现场 还有年代见证人 对 让他们三个人 每人点一首 您能唱几句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好好 来这一段 我听说 不离我歌 满头没有一个呀 满头虚外发 人太细细又哈哈 就喝又哈哈 啊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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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间小鹿 走在乡间的小鹿上 木轨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陪多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好 那接下来要关注的马老师 马老师您出个难一点的 怕浪 小小的一片云阳 满轮的走过来 请你把些些叫呀 暂时停下来 对不对 山上的山花太阳 我踩到山上来 人们一年是白黄 才到山上来 我觉得唱到这真的不过瘾 二位应该合作 给我们演唱几首 王老师的校园 对 毕竟是两个 没问题 我从山中来 摘着兰花草 终在校园中 希望花开草 一日看山会 看得花是过 蓝花却依然 蓝花却依然 蓝月 awe 蓝cuts above weer无一个 一日看山会 一日看山会 你看得花是过 蓝花却依然 暗宝爷无一个 управ一遍 漫花却依然 暗宝爷无一个 小小的一片云啊 慢慢的走过来 请你们歇歇脚呀 暂时停下来 山上的山花太阳 我踩到山上来 让人们以爱山花 踩到山上来 郑旭兰 一个时代的歌者 她的歌声悠扬清澈 温婉多情 她的作品快至人口 经久不衰 太阳岛上 牧羊曲 大海啊 故乡 往宁眉 妈妈留给我一支歌 成为人们脑海中 无法磨灭的经典旋律 1977年 19岁的郑旭兰 进入东方歌舞团 1983年 她登上了首届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并演唱了三首歌曲 成为了当时 最受观众喜爱的歌唱家之一 1987年 从东方歌舞团辞职 远赴美国 结婚生子 1998年 重回歌坛 2003年 身患重病 涅槃重生 如今 郑旭兰 再度出发 继续以她 温柔细腻的声线 和饱受沧桑的阅历 为我们畅想 时代金曲 讲述百转千回的 悲喜人生 掌声有请 郑旭兰 演唱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汽水潺潺 火上轻轻飘 野花香 山花桥 鸟儿鸟 鸟儿抱 举起鸟儿 轻轻扬 小酒芒山鸟 芒山鸟 鸟儿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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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儿鸟儿鸟儿鸟 鸟儿鸟儿鸟 青草老 冬天荒 打柴郎 啊 風雨一千跳 一千跳 風雨一千跳 一千跳 風雨一千跳 哇 好美的牧羊曲啊 沒錯 又把我們帶回那個年代 帶回到少林寺的電影當中了 我就好像我現在不在舞台上 你在哪兒? 我在大草原 我相信我們的三位年的見證人 對於鄭旭蘭老師是非常的熟悉 牧羊曲啊幾乎人人都會唱 那時候一聽鄭旭蘭老師這個歌啊 老頭就一聽見就有點酥了的感覺 老頭已經都酥了 謝謝馬老師的誇獎 真的 非常甜啊 特別甜美 聲音特別甜美 我問問李明錫老師您酥了嗎 更酥了 更酥了 額頭酥了都 我覺得啊 你比如說一部好的電影 一部好的電視劇 有一部好的曲子 好的歌 能給這部作品升華不少 當然 鄭旭蘭我算服了你了 我算 我當時是在上中學 就是這個 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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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這個電影 聽到這個歌 耳朵裡聽的是這個美妙的歌聲 對 眼前浮現的 化身 不是 是那個女主人公 那個演員 叫丁蘭吧 好像 對 丁蘭 我開始一直以為是她唱的 對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 是吧 黎晨同學的這種反應 是很正確的 因為太多的人認為 是她唱的 對 然後我是那個蘭 對 我說哇 這麼漂亮的女孩 唱出這麼美妙的歌聲 哇 我有一天是不是能夠見到她 簡直就是那種夢中情人 對 而且呢我刻骨銘心的是 少林寺看過若干辨之後 我真的和很多小孩一樣 坐著火車 扒火車呀 偷著家裡的錢 我去過一次宋山 真的 我想練出一套爵士神功來 我當時最崇敬的 是那個八仙過海裡的鐵拐禮 我當時真的想練成鐵拐禮 哇 我也有爵士武功啊 後來也是落花流水落花耳頭 給遣送回來了 可是在那個年代 電影和音樂的這個魅力和影響力有多大 是是是是 加分的 而且我覺得就是時隔三十年啊 鄭璇老師再演唱這首歌曲 他的味道又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他電影裡頭啊 就覺得聲音特別嗲 所以你才酥呢 特別的對 特別蠢 現在就是感覺的有一點厚重感了 是是是是 增添了三十年的樂力和激奠 和對人生的感悟 1982年中國第一部合拍武打電影《少林寺》上映 掀起了舉國觀看的熱潮 在電影票僅受一毛錢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創造了上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深化 電影《少林寺》的熱潮 不僅成就了傳奇功夫巨星李連杰 也讓演唱插曲《牧羊曲》的鄭旭蘭一炮而紅 1983年鄭旭蘭在首届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 演唱了《牧羊曲》《太陽島上》《大海呀故鄉》三首歌曲 二十歲出頭的鄭旭蘭已經飛升全國 《紅遍大江南北》 正在事業風生水起的時候 鄭旭蘭卻突然離開舞台淡出了我們的視線 剛才我們聊到了《牧羊曲》 在那個年代鄭旭蘭老師非常非常的紅 紅遍大江南北 沒錯 在鄭旭蘭老師最當紅的時候 突然間您的演藝生命好像戛人而止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見不到您了 是 不願意離開舞台 離開舞台真的是被迫 那個時候年輕可能得罪了人 然後至於我必須離開舞台的這樣一個原因 所以我沒有跟任何人和觀眾歌迷們打招呼 就悄悄地淡出了 離開了差不多有十來年 不能回來不能上舞台 1985年正處於事業巔峰的鄭旭蘭 結識了一位美國男友 這位陽光帥氣富有知識的美國男青年 迅速捕獲了鄭旭蘭的放心 他們墜入了愛河 一個是中國的當紅歌星 一個是美國的科技人才 他們的結合歷盡了種種艱辛 在愛情與事業的艱難抉擇中 鄭旭蘭選擇了前者 1987年 鄭旭蘭主動辭職 離開了東方歌舞團 隨之而來的一支封殺令 更是阻擋了鄭旭蘭登上一切舞台的可能 1989年 鄭旭蘭隨丈夫遠走美國 做一名全職太太 並孕育了一個可愛的兒子 五年後 被鄭旭蘭一再壓制的歌唱夢想 終於爆發 她隻身回到中國 希望再度回到舞台 回到熱愛她的觀眾當中 要說起這次的回國 可能我們還要觸及您那一段傷心的往事 就是這一次的回國可能也意味著 您要跟過去的生活 包括跟您第一位先生要說再見 對 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去離婚 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必要 有我們的兒子 但是呢 在音樂和家庭面前讓我去選 我也曾經特別努力地想 就是說 平衡 兩樣都顧及到 比如說我給她打電話 我跟她談 我說你能不能到中國來 中國現在改革開放以後呢 市場非常大 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人才 試圖去說服她 但是她說我不能去 我要跟你說我要離婚的話 就這兩個字 我覺得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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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 嗯 然後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她 嗯 放在傳真機上 我 我站在那裡邊 我就是這個傳真機 這個鍵一按就過去了 嗯 我覺得太難了 讓我讓我這個手按一下 我總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實際上那個時候腦子真的是太亂了 嗯 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特別特別難 嗯 特別難的一件事 嗯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我眼淚 一下子就流淌了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讓我又回 我就回到了 嗯 回來了也沒有能夠進入演藝界 所以找了一份工作 帶著孩子 嗯 然後一邊上班 掙著工資 然後就一邊 默默地等待著這樣的一個時機 嗯 嗯 所以就是在就這樣 又等了 七八年 從遠嫁美國 遠走他鄉 到資深回國 從零開始 十年間 鄭旭蘭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 也從一個舉國矚目的歌唱家 變成了一個普通人 她在等待一個重新上台 重新被觀眾演唱的機會 這一等就是八年 一九九八年 鄭旭蘭重回東方歌舞團 續寫了屬於她的音樂神話 也再一次能夠將經典的歌聲 獻給久違的觀眾朋友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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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妳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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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如何心事终续花 一个王子解压 一个梦牢牵挂 一个是水珠月 你愿如何心终续花 向天中拥有多少未处儿 冷静的秋流冬季 春流的香 天中拥有多少未处儿 天中拥有多少未处儿 我看到我们的三位 年代见的人已经听得入迷了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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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第一轮是酥了 又蒙了 您又蒙了 问了李陈老师 您听完《红楼梦》这歌之后 您没去一趟《红楼梦》的地儿 严宝宇住的地儿转转 您的所有歌都是我在成长期 十几岁嘛 真是伴随我长大 前几年我们俩在演出当中 碰见过很多次 包括去年还碰到过 对 郑老师是一个化妆间嘛 看到我进来 先给我点头微笑 您好 然后我也是象征性的 因为我没认出来 十年不在国内 有一点点的变化 就是更年轻更漂亮了 这个让我是没有想到 我就是象征性 礼貌性的 您好 不好意思 然后转过头去 我就问 我说这是谁啊 有人告诉我 郑旭老师 我就自责 我恨不得我抽我两个耳光 我曾经非常 现在也很崇拜 曾经 还是又曾经吧 我曾经很喜欢 现在很崇拜的一个歌唱家 他那么谦和 他见到 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 就是当时 但是他跟我非常热情地打招呼 作为我来说 谢谢 所以我觉得从他那能够学习到很多 刚才听郑老师的那种经历在过来 因为这些人生的坎坷也好 磨难也好 其实是非常需要 非常必要的一个历练 一个沉淀 我觉得郑旭文老师 一直是一个不断坚持 又一直在接受着命运考验的一个歌者 在他回到北京发展事业的时候 在事业逐渐蒸蒸日上风生水起的时候 他又经历了人生特别重大的一个波折 应该说是人生的最最最低谷 03年因为饮食不够规律 然后导致了一个小病 这样一来二去就被开刀了 被开刀之后就一直疼 然后我就问医生为什么那么疼 他说做完手术 你那个里面要愈合呀 他说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忍着 要不然你就吃止疼片 太疼了 然后我就还有还要参加演出 然后呢有一次我在 从飞机上走下来 走得非常非常慢 因为非常非常疼 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要找一个地方躺到地下 一个水泥地 我躺下来 然后稍微稍微 那个疼痛减少 能够让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再站起来 我再走几步 然后如果说还疼的话 我还要再找一个地方躺下来 就这样的一直疼痛下去 各种医院去治都没有人治 因为也许第一我是一个 不管怎么是过了气也好 是怎么样也好 毕竟是一个公众人物 还有一个就是呢 别人给你治了的话 人家第二个医生 一般的不太愿意接手 全家人都认为我已经不行了 而且我也跟大家说 我说我可能不行了 因为你每一块不能三年不能吃东西 然后营养重度不良 各个器官开始衰竭 然后就是眼瞅着这个人就要饿死了 我说我最后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然后最后一个希望 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个医生给我看一下 如果他要再不给我看 OK 我就投降了 我认了 我的命也许到此为止 然后我有气无力地打了一个电话 给朱世茂老师 在301总院找到了一个外科的老主任 结果他拿过片子来一看 哦 他给你拉错了地儿 把好肠子拉下去 坏肠子留在里面了 结果我这三年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样的就这样慢慢地活过来 实际上与此同时呢 就在我病入 走入到最后的那一阶段 最最最低谷的时候呢 我又被告知 我的男友呢 又得了 被查出来得癌症 并且是晚期 没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真的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不能再低了 郑旭兰的生命中 有着太多的坎坷和波折 离开舞台 结束婚姻 罹患重病 在这重重的人生磨难之下 坚强的郑旭兰 如凤凰涅槃 历久迷奸 依旧用美妙的歌声 吟唱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拍摇 拍摇 一草青青花生海 在夜霜霜就徘徊 千古川送深深海 在海山我永远离开 口袋一别分入海 泪然霜痴生花 在天翩翩花从来 一荆薄囊 沉浅在天长地久分开 离今我难 沉浅在天长地久分开 离今我难 沉浅在天长地久分开 你却无法看看 感觉郑老师这首歌唱的是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刚才听这歌我直掉眼泪 因为我觉得郑旭兰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 她为了音乐对音乐的那种追求得了那么重的病 她和病魔作斗争 她用她坚强的毅力战胜了这个病魔 我也掉泪了 听着你的歌是那么悠扬那么绵绵的 没想到你这么坚强 你说你这个这几个磨难 那不是一般的孩子 都是那么坚强的 把她扛过来了 而且是那么好的心态 那一点我就是特别感动 就是从国外回来去 在天宁找了一份工作 在那工作了 后来东方歌舞团把你请过去了 就是说没有一点怨 而是自己在走自己的路 另外这个病 那么重 那不是一般的 你能够那么坚强的走过来 所以对每个人来说 什么是最宝贵的 什么是你的财富 我觉得是你的意志 你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那么你在人生这个路上 不管你碰到 什么样的艰难 你都能够走过去 像郑老师这样 谢谢李老师 郑旭兰 外表柔弱 内心坚强的感性歌者 在近四十年歌唱生涯中 郑旭兰经历了 岔子烟红的盛放 也承受了黯然淡出的孤寂 他收获了聪明懂事的儿子 也经历了失败情感的洗礼 他遭受了病魔的无情打击 却依然微笑着 站在舞台上 执着地为爱他的人 放声歌唱 在历经磨难的岁月里 郑旭兰的好友索宝利 给予塔务斯的帮助 和诚挚的鼓励 她是郑旭兰的归中密友 也是工作中的伙伴 他们曾携手登上 1983年央视春晚 今天索宝利 为郑旭兰带来了一件礼物 这件礼物 见证了他们 三十多年的珍贵友谊 这个礼物呢 她有着一段深厚的姐妹情 在我最后一次 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来探视的 一二三吧 都能够数得清楚的那几个 其中那一位 就是美丽的宝丽 这点事情一直都念到 她精心地到花室里面去 挑选了鲜花 而且亲自告诉她 要怎么扎 怎么弄 用什么样的纸来托 她一点一滴的 这样的一个 把这一束美丽的花 捧到了我的病房 她病重期间呢 我呢一直都知道 她一个什么样状态 用什么来表达呢 我感觉 因为她特别喜欢粉色的玫瑰 我说那这样吧 买一包粉色的玫瑰 做一个大的花篮 这样呢 她当病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看到这一束花 我估计可能会减轻一些 好友就是这样 知己知彼 她知道对方 在最危难 最困难 最疼痛的时候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需要的 不是那些物质上的满足 可能就是这么一团 简单的花束 但是给朋友带来的是 无限的安慰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份了解 是因为这姐俩 好了太多年了 从当年 东方歌舞团开始吧 俩就特别好吧 对 我们发小 发小 我们住一个宿舍 然后呢 床挨着床 这是77年底 我们就在一起 一个宿舍 你们俩人相续36年了 那真是闺蜜 那个时候 这闺蜜在一块 应该经常会有一些 很好玩的事吧 那个时候都很年轻嘛 对吧 那估计可能是 很多男生一起 郑曲兰给我的印象很深 虽然她没有那么漂亮 说浓眉大眼小准 她不是这样 但是呢 她给我的印象 非常的甜 很魅 你看 你在照片 就能看到 她那双眼睛是月牙眼 对 她不像现在 眼睛这么大 她是男人 男孩追逐的对象 你看你看你看 我这双眼睛 所以我的外号 叫笑咪咪 笑咪咪 我们房间里有八个歌队的女演员 我们那个食堂那个时候 那个生活水平也不是特别高 有五分的菜 一毛的菜 那样的菜 然后有的时候呢 就自己弄一个小垫炉子 然后自己煮 煮点 煮面条啊 煮点蔬菜啊 也买点什么排骨 有的时候也炖一炖 要是要能吃到方便面 那不得了 你好时尚啊 你居然吃到方便面 然后我就记得 宝丽 她大大咧咧的 然后她经常借了我的锅 她不还 就不挨着床住 我又不好意思 启齿说 你把那锅拿来 我用用 隔了一星期 我终于忍不住 宝丽 你把那锅给我 我用用 好像是她的 好吧拿去用吧 有工资吧 对 我是42块 五毛 七十年代末期 就能赚 四十多块钱 我四十多 你们才多大 也就四十多块钱 八老师那时候 你赚多少钱啊 七十年代末 我跟她一样也四十 42块五毛 对 42块 咱俩一 42块五完了之后 第二年的48块五 李老师呢 62 有啊 你想到你 42块五是最低的一级 对了 他们是48块五 对 我们都是刚参加工作 然后55 55 62 可见当年这东方歌舞团 还是一个收入不错的一个单位 而且就是在那儿 姐两个人相识了 又是这个床挨着床 那我们就强烈要求 进去姐俩 得合唱一首 好 佬唱一首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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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时候 妈妈 醉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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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珠珊 白天珠珠 白天珠珠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風吹 海浪湧 隨我漂流四川 大海呀大海 是我像媽媽一樣 海上 路邊天涯海角 走在我的身旁 大海呀故鄉 大海呀故鄉 我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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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三位金曲歌手和他們的搭檔 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懷舊金曲 其中有六首歌曲 將進入今天最美金曲的評選 我冰箱 歌名人永遠是年輕 他好比他從出風下長期 坐一千兩手的手 乃車還要一起走 晚風輕浮捧 彭湖湖湾 白浪出沙灘 沒有夜淋隨些羊 是一片海藍藍 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日出疏伤 城中尽飞扬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好 今晚我们聆听了那么多 非常动人的经典歌曲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场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投票的时间了 你们特别喜欢哪首歌曲呢 就可以用选择的方式 按一下按钮 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 将会登上我们的金曲舞台 再次为我们畅想经典 是的 与同时呢 电视机现在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记好了 您可以用手机来扫描一下 我们屏幕右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与我们现场进行实声互动 也选出您自己心中 最喜欢的那首歌 如果有计划够幸运的话 您可以聊到现场 和您最喜欢的明星 面对面的一起唱吧 好 那到底哪首歌 就会成为我们今晚 大家伙最喜爱的一首 年代的金曲呢 准备好手中的投票器 开始投票 好 我们看到结果已经产生了 那今晚胜出的歌曲是 外婆的澎湖湾 恭喜 南风轻浮 澎湖湾 白浪出沙滩 没有夜灵随斜阳 吃一片海蓝蓝 坐在目前的爱墙上 一点点幻想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 有个小银两对半 那时外婆住着帐 将我手轻轻挽 踩着波木走向 运辉暖暖的澎湖湾 一个家中是小鱼 一船消磨许多时光 直到夜色吞没 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 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 有我许多的童年欢喜